法拉第未来和恒大的融资风波还没过去,贾跃亭又被爆债务困难,不得不抵押其名下的好宅已获得贷款。 法拉第的融资问题和其CEO贾跃亭的债务有着很大的关系。 贾跃亭曾经为了市控股和乐视网融资借款,乐视破产后,贾跃亭一直无法归还现款,至少有三家中国企业已经向美国法院提出诉讼。 其中一家企业指控其为了躲避债务问题,设立了数百家空壳公司。 另外一家企业已经在东加勒比海最高法院对贾跃亭提出诉讼。 有报道表示,EXC已经冻结了贾跃亭33的股份,最终处已将取决于诉讼结果。 乐视在深圳交易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要求贾跃亭用其资产或把拉第未来的股, 本来偿还公司剩余的部分债务。 其在美国的财产记录显示,贾跃亭已经多次用其名销号债借款,而法拉第未来也因此陷入困境。 由于和恒大的持续交捂,公司最近不得不裁员数百人。 如果公司倒闭或是恒大掌权,那么贾跃亭的梦想也将破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